再来要看到的是台北市大安区夜店 有男子跟朋友狂欢 但是喝得太醉了 在店里头大闹 被安管赶了出来之后 又在门口大呼小叫的 警方到场差一点遭受到波及 最后女警拿出辣椒水 男子才稍微收敛 酒醉男子在夜店门口大吵大闹 守望其物的远警到场 还险些遭受波及被推及 没事没事 没事好不好 男子的好友平民劝阻 因为再不冷静 男子恐怕夜店进不去 还要进警察局 看到女警拿出辣椒水 酒醉的杀心男子才终于冷静下来 这位9号凌晨 他跟朋友到北市大安区夜店狂欢 但是他喝得太醉 先是在店内起冲突 被赶出来后又在门口推起闹场 差一点就要被远警带回 保护管束 主要酒醉撞我像牛只的那个男子 他是没有在做什么其他攻击 一直在质疑我们 然后甚至就是有点靠近我们 希望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酒醉闹事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 先前同个地点也有女子喝完酒 乱丢酒瓶砸路边的车辆 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要这样对我呢 我就说你砸人家车 这边这么多人都会让你砸车 我都没说我 我都没说我 女子夏祥被带回警局 但他运气不错 因为车主事后不愿提告 酒醉男女解闷气 但是闹事频频 下次还是要谨慎考虑 是否要让荒唐下肚 记者先当张士奎台北报道